如果有一天一位中国小伙拿到诺贝尔物理奖 我不惊讶 因为他就是一个奇迹 读完小六出高 别人需要七年 他只用三年 14岁就参加高考 699分进入中科大少年班 人人夸他是天才中的天才 困扰科学界107年的石墨超到问题 他用了一年解决 震惊世界 凭借这一科研成果 22岁的他 荣登当年自然年度十大科学家之首 更神的是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天才少年 会向其他天才被美国收割时 他回到中科大 说了一句话 我要回国 我是中国人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上次说出这句话的是中国航天之父 钱学森 而这次说出这句话的是曹元 曹元国之动良的表率 90后海啸集后浪 他是跳级神童 是别人家的孩子 曹元在三岁牙牙学语时 父母就带他移居到深圳 这个电子科技走在全国前沿的都市 这孩子从小就体现出过人的科学天赋 他喜欢拆拆拆 将电子产品拆下来反复研究 然后再重新将它们还原成原样 而他所在的电子科技之都深圳 正好为他的科学启蒙提供了沃土 为一生日华强北 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阶 各种先进的电子产品都可在这里搜罗到 都在华强北附近的他 经常泡在这个奇妙的电子世界 忘记了回家 要父母前来领人 上了小学之后 他在学校也表现出过人的天才 学习一点就通 老师看准他是个可造制裁 就鼓励家长细心栽培他 于是 在他11岁时 他母亲为他申请了 著名深圳药华实验学校 这个学校可不得了 他专门培养天才少年 就是说 那些天赋一饼的少年 才能登入门槛 在药华实验学校 曹元的学业表现同样很亮眼 不过 他也是个调皮的小魔怪 经常把学校的桌椅 凳 投影仪等 设施当成实验对象 拆成小零件来研究 曹元对于科学研究 简直是如吃如醉 有一次 他因为做实验 缺乏硝酸银材料 于是就买了硝酸 再将他妈妈的银手势 溶解掉 提取到硝酸银来做实验 他的科学天赋 令老师也孜孜称奇 为了开发他的潜能 学校将他送入少年班 专门安排特别的教师资源 对他进行专项培养 接受特别辅导 加上他自身过人天赋和努力 曹元在三年内就完成了 小六 中学和高中课程 14岁那年 曹元以高分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成为班级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14岁 其他的学生都还在初二的班上 为中考奋斗 曹元已经一马荡仙 冲入大学的殿堂 只能说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这么优秀 却还如此用功 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比你优秀的人 却比你还努力 对于曹元的同妹们而言 应该就是这种感受吧 本身就超常优秀的他 还特别用功 在中科大师 他主动去找导师 增长干教授 申请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学习 当导师对功课的要求是合格时 他就要做到良好 甚至是优秀 遇到异常严格的魔鬼老师 一般的学生都想进而远之 可曹元却偏偏要主动去找这个导师 向他讨教难题 凭着出色表现 曹元在大学期间 被派往美国密歇根大学交流学习 他还进入了中科大研济词物理精英班 这可是培养 未来顶级科学家的地方 物理系学生 各个挤破头颈都想进入大 不仅如此 他还获得中科大本科生最高荣誉奖 郭沫若奖学金 正像要院系前三名 才够格领的奖学金 绝对是非绝顶精英莫属 更令人惊叹的是 他毕业后直接被保送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 简直就是一路高光 献煞同辈 攻读博士期间 曹元继续发挥他的创新和探索精神 他一直念念不忘一个中学老师讲过的话 如果谁可以发现 潮温状态下的超导材料 那就足以颠覆世界了 带着这个念想 他加入了石墨烯超导研究小组 诗成世界顶尖石墨烯研究者 自此 他全身心投入石墨烯超导性能研究 不知经历多少个日夜前行研究和反复实验 他终于在一次实验中 发现了石墨烯的排列结构 具有非归超导性的因子 当时很多人对他的研究表现出不懈 甚至是嘲讽的态度 他们认为 一百多年来科学界都没有解决的难题 凭什么你一个矛头小子就能搞定 有些人甚至 质疑他是想炒作 不出位 面对外界的否定和嘲讽 草原并不理会 他继续发扬死磕精神 一头扎入他的实验研究中 光复不复有信任 在经过无数次实验失败之后 草原终于发现 当氧层平行石墨烯堆成约1.1度的角度时 就会形成超导材料 草原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 投给自然杂志 杂志编辑看到这一爆炸性科研成果 激动的直接跳过排断这一步 迫不及待的刊登出来 要知道 平时自然杂志对投稿可是千里挑一的 据稿率超过90% 而这次却迫不及待的 刊登曹原的作品 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 曹原这一石墨烯堆发现 马上在全国物理学界引起巨大轰动 而这一年他才22岁 他成为自然杂志 成立149年来最年轻的刊登作者 为什么曹原的这个研究成果 会引起科学界这么大的关注 原来100多年来 科学家都在致力解决 电力传输过程中的能源损耗问题 终于在1911年荷兰科学家莫林·奥内斯 偶然发现了一种超导材料 能够将电力传输的损耗降为零 不过问题来了 这种超导材料要实现电力传输零损耗 需要极为严苛的条件 温度必须控制在-273度 显而易见 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 因此100多年来 关于超导材料的研究进展一直停滞不前 直到2018年 中国少年曹原的魔角石墨烯的发现 这一研究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曹原的石墨烯超导理论 得到全球科学家们的认可 他们纷纷借鉴其研究思路 进行科学实验 希望拓展他的研究成果 还有国外科学家更兴奋的声称 曹原为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国内学者也表示 如果曹原的科研落地 有望彻底改变能源行业的格局 为电力能源 简约数千亿资金 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显厚的科研成就 曹原并没有丝毫 交涉懈怠 他持续在原来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不断地进行创新设想和研究 2020年5月 他又在《自然》杂志 发表了两篇关于 石墨烯超导进展的论文 2020年2月 他的论文再度刊登于《自然》杂志 这次他带来新的研究成果 三层磨角石墨烯超导 这种材料在电子性能和结构上 比之前的双层石墨烯超导更胜一筹 业界表示 如果他研究的材料 落地使用到手机电池上 可将手机充电时间缩短至十几分钟 这将会是能研究的一大深月 别人搞科研大半辈子 头发都不知熬掉了多少 那些人都未能登上《自然》杂志 他呢 22岁就首登 并且还是在三年内连续登上五次的那种 或许有人会说 草原天赋异比 他能成功 不都是水到渠成的吗 的确 他自身的科学天赋 给他的成功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保证 这世上不是也有不少的神童 最后都消失密集了吗 从这个科学天才的成长经历 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也不只是幸运 是他坚守信念 勤运钻研 保持专注 此刻研究的必然结果 牛人无论在哪里 都是被争抢的角色 草原在国际上出名后 国内的企业家和政客 都希望能够争抢到这个超级人才 他们用高薪厚职 甚至美国绿卡吸引他 只为让他留下来跟他们合作 不过草原却不畏所动 心怀国家科技发展的他 以铿锵有力的一句 我是中国人 我终究是要回祖国发展的 回聚了他们 带着这份热忱 草原博士毕业后 回到祖国 加入了华为 持续研究石墨烯 在电子能源行业的落地使用 2018年底 华为公布一款 MIT20手机首次使用 石墨烯散热系统 在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而这背后 就与草原的研究密不可分 草原选择回国效力 不仅推动了石墨烯的商业进步 典离华为的石墨烯技术 得到突破性的提升 草原的一波回应 或许会令这些外国人感到费解 放着优越的合作条件不要 这是哪一处 但是对于多年 苦力在科技上 对国外卡脖子的国人来说 我们实在是太理解草原 想回祖国效力 助力祖国科技发展的苦心了 自古英雄初少年 科技新国的大旗 无一落在年轻一代肩膀上 正如梁启超曾说过 顾积略之责任 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制则国制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倘若中国能够有更多像草原这样 休息祖国之发展大业的少年英杰 何愁国不富贵 自新中魔城里以来 涌现出不少的爱国科学家 像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两弹元勋邓嫁先 大帝之子李四光 人民的数学家话卢根等 这些科学家为中国的科技发展 和富强繁荣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们的爱国情怀 更是值得敬仰 新中国城里以来 中国有限不少爱国科学家先辈 其中一个就是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在当今以科技为主导的 全球竞争格局下 中国需要更多 像这些爱国先辈一样的 高科技人才 来助力实现科技强国 但是 中国目前面临 高端人才流失的问题 根据2019年 中国留学生白皮书数据 中国留学生毕业后 选择留在海外的比例 高达72% 中国人民大学 有一位教授曾表示 数十年来 有将近两万多名 清华大学毕业生 去了美国硅谷 每年有16% 清华拔剑人才被硅谷吸走 特别是 有一些天才性的超级人才 选择留在海外发展 无疑是 国家发展过程中的 一大损失 这其中包括 北京大学四大数学天才 张伟 辉之伟 朱新闻 许晨阳 清华大学学术女生 严宁 清华大学 河南高考状元 河碧玉等 曹元这样一个 年纪轻轻的90后 能够修怀祖国 积极为国家科技发展效力 是对爱国科学家 先辈们的传承 也是对90后 同辈们的一个良好表率 曹元 好样的 好样的